近日根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空天军第五代隐身战机苏武器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报道中提及俄苏武器战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了导弹打击 俄军飞行员在行动中首次使用现代化KH-59MK2空对地导弹 但截至目前相关消息并未得到俄官方的证实 有分析认为俄空天军目前装备有大量远程导弹 例如比较知名的KH-101和KH-555远程巡航导弹 它的射程在2000公里左右 可以让苏武器战机从乌军防空导弹射程以外 对乌军目标发起军事打击 苏武器战斗机是俄罗斯空天军列装的单座双发隐形多功能重型战斗机 是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 具备隐身性能好 起降距离短 超机动性能 超音速巡航等特点 苏武器的翼展有13.95米 内游航程可达3500千米 最大起飞重量在35吨 超音速巡航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450千米 最高时速2140到2600千米 作战半径达1200千米 战斗载荷可达6吨 苏武器拥有四个内置弹舱 可携带各类对空和空对地导弹 主要基载雷达为一部N03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 最大探测距离可达400千米 此外苏武器还在机翼中安装了可探测隐身战机的L波段侧向雷达 苏武器战机的前身是T50战机 从2010年到2015年 T50的五架原型机完成了700架次试飞 2017年8月 该机型被正式命名为苏武器 2021年1月29号 俄罗斯国防部正式接收俄首架量产苏武器战机 编号为01 2